我們腸病毒的疫情目前有看到反轉 不過還是在流行的高峰 那上週也有新增兩例腸病毒70疫情的重症科案 那另外一則的話主要就是台南出現這個登革熱的一個校園群聚的疫情 那首先我們看的是腸病毒的每幾整就診人次 我們在上一週的話就診人次大概是20980人次 比較前一週是呈現下降大概下降了7.7% 那對於未來一週的疫情預測目前在腸病毒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疫情已經有出現反轉 那我們也預期疫情會逐漸的趨緩 那不過社區當中還是有腸病毒70疫情的活動 另外在登革熱還有趨公病的部分 那趨公病就是近期北部還是有降雨 所以疫情風險是上升 那另外在登革熱的部分主要就是 南部的登革熱群聚區 目前我們研判還是有可能會持續有新增的病例出現